雪藏本人在中国其实非常熟了 而且是中国通 是 在大概一两年之前是到了新西兰居住 那么也是训练提高了很多 在他离开中国之前其实已经非常强大了 是 75到80其实更这个 他打到更多的级别应该是80公斤 对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严谋老也说 这个雪藏有一段时间呢 没有这个出现在这个我们的练排上 但是你看他的整个这个肌肉解析度 包括身体维度其实保持着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肾趋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993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股身壮阳 严实驻国 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记住微信 574993200 高出很多来 但他其实近距离也并不吃亏 对 雪藏是个慢热的拳手 他会慢慢地把自己的这个泰拳式的风格 慢慢地用上 至少之前是这样的 沙拉巴丁很快 而且在移动中 我们看这个快进快出的这个风势 很像俄式散打 两个人力量感非常足 雪钻的硬度和力量很好 对 整当 摆拳 顶细 没达到 我特喜欢看两个这样的选手打 就是我们现在这话 这两个选手特别刚 对 特别硬朗的那种方式 对攻 雪钻是打过国内和国际很多八十公斤的选手 之前应该是也应该是曾经和方便交过手 虽然输给方便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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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而且机会抓得很好 快 而且不拖泥带水 我也不准备打速克 我就要这一下马上退出来 但雪钻的抗击打能力真是 对